画面是基隆市长谢果良跟交通处处长王振宏一起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 基隆捷运建设的来龙去脉 谢果良强调基隆捷运是由中央主导的首都圈重大建设 经费依法来说就应该中央来负担 就桃园机场捷运一样的模式都是由中央来主导规划 站在基隆市府的立场 我现在就是要考量到我们眼前的负担就是53.85亿 这跟中央第一次讲不要钱第二次讲17亿 可是现在又这又是一个中央的主导的捷运建设 这不管是多少不管基隆未来的自长性是如何 站在基隆市的立场我本来就要提出 这不该全数由基隆市来负担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又昌 林前市长现在的林部长 他是把我们基隆捷运定位在我们北台湾 就是大台北都会区一个东门户 那西门户就是现阶段所谓的桃源航空城 一个是俗称的一个是空港 一个是基隆市俗称的一个海港 那我们可以看到机场捷运的部分 当初就是由交通部前高速铁路工程局 那现阶段已经整并到交通部铁道局来做兴建 所有的经费是由中央交通部全额负担 经费将近1200亿 也就是说这是国内第一个一大众捷运法 由中央交通部主导的一个中央捷运建设 那后续基隆的一个捷运推动 也是建构在这样的一个法源上面 那基隆捷运呢 目前也是由交通部铁道局来做所谓的规划 包括之前核定的可行性评估 以及最近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估 所有的一个开发单位 都是由交通部铁道局来主政 至于这个问题该如何来解套 谢果良也恳求议长佟子委 内政部长林又昌等基隆的意见领袖 能够一起来向中央沟通争取 我们是认定依法 他们是中央应付单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因为钱 我们要真的是一个正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开发单位也好 宣布单位也好 依大众捷运法也好 这都是中央主管的 那我们有很好的例子啊 就是机场捷运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基隆捷运也好 机场捷运也好 都是中央主要在开发的计划 都应该由中央主要来负担 基隆市不是不能负担 但是不能说一下不用钱 一下17亿 一下又53亿 我们要请我们的议长跟林部长 继续来帮我们协调 至于基隆捷运的经费 跟基隆市升格到底有没有关联 谢果良也再次强调 基隆因为不是直辖市 所以财政预算特别的艰困 所以看起来是两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你说这个事情跟那个事情相差很远 完全不是 这件事情跟那个升格的事情 是紧紧相连 只要基隆升格的方向 能够有一个确定的 一个明确的策略跟步骤 我觉得基隆捷运的经费问题 他所衍生出来的经费问题 我相信就会有很妥善的解决 我并不觉得这两件事情 是两件事 我觉得这两件事 是两件事 但是他们彼此的关系是紧紧相连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